安全第一是炉舟禁司堂大掃除 每个人都必须建立的重要观念 鹰架周围有人站岗 安全帽 安全绳上下缺衣不可 固定让它上面不要摇晃 也没有 这样它们在擦的时候才不会有危险 使用高压喷水设备更是要正确操作 专心清洗磨石子外墙 地下是停车场的管路 不是经常触碰 是灰尘累积的所在 2022年最后一天即将举办 冬立发放集岁末祝福 照顾护士座上宾 300位志工携手提早整理慈祭的家 之前有参加很多次睡末祝福 然后觉得说每次都是被别人服务 希望这一次可以先服务别人 先把我们的环境整理干净 打扫楼梯 螺丝起子是法宝 冬天不使用的电扇也要保养收藏 不论户外或者室内 志工们除去购会准备迎新春 也在清扫过程中为社区祝福 大爱新闻真上美之工陈美秀 王有路肖建志台北报导